好 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这晚期是8月16号 进行的围甲第九轮 由黑方变向一 对战白方杨领星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始对角 黑旗大飞手脚 白旗小飞挂 拆二 黑旗再挂 之后白旗肩顶跳出 黑旗直接挂着 白旗小飞 黑旗立二拆三 然后白旗右上紧逼住 这个旗的话就是黑旗压 白旗已经做好了弃子的准备 他可以搬起 这样黑旗吃子 白旗震到一个先手之后 再往下方夹击 整个的这个模样还是不错的 实战黑旗飞压完之后再夹 那白旗这颗子 先没有出动 走的是底下的分头 这个旗白旗没有选择 这个紧紧的夹住 主要是也防一手黑旗以后 比如说反夹过来 左边这个地方两一张开 分头的位置呢 就保证自己两边都有拆二 右下黑旗靠了班 白旗立 黑旗虎 白旗断打完之后再拐打 然后黑旗拆二 白旗也拆二 之后黑旗 点过来 白旗选择贴旗 非常积极的应对 爬回的话黑旗这一盖 主要是白旗肯定会被闷在里边 你比如说最常规的挖毡 黑旗长 你断打再长 再挺头 那这个黑旗左边先手 这个扩张还是非常 这个巨大的 你要是顶了班 黑旗反班 你再让拐 那这个旗的话 黑旗还是能扩张 所以说这个旗 白旗放弃根据地 贴旗作战 黑旗挡下去之后 白旗左边再一点 然后这个黑旗挡 这个点主要是 也是为了这个组度做准备 不然的话黑旗随手有个错过 这个点了之后 将来比如说顶了再顶 然后这个地方 黑旗就被先手组度了 这个旗还是有用的 然后接下来白旗立 黑旗选择长上去 挡下来的话呢 白旗有这手扳 等你靠压这颗子 白旗就不要了 直接长了之后 压过来之后再飞 这样白旗就通过弃子 把这块估旗走的还比较厚 实战黑旗长一个 白旗拐回 黑旗跳阵 白旗再压 压过来之后 右下的黑旗也是面临被 这个阵头 黑旗先跳一个 白旗跳出 下一手旗 黑旗二五千分 白旗尖顶 黑旗挺头 白旗再 接下来黑旗夹 夹的话 白旗立 那就被黑旗长一弯 这个脚没了 还是损失比较大 实战白旗搬住 黑旗打吃度过 白旗再夹击 然后黑旗走的是这个踢阶 踢阶之后 白旗右下这一点 找机才 黑旗牵 白旗再提 之后黑旗中间跳一个 白旗飞吃完之后 糊住 黑旗也糊 白旗糊了之后 黑旗再糊 白旗再挺头 然后黑旗贴住 白旗再吵 这个地方 白旗也暂时不去管 先把这个大龙给走后 之后黑旗提捷 然后白旗右边再跳一个 这个看似好像不是劫财 其实是为了屠龙 做了充足的准备 这个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黑旗也暂时没有管 他则是左上的靠出 继续让白旗 这个旗线被分段 白旗搬 黑旗长 走完这个之后 因为白旗左上脚 最不知死 有个节 外边有出头 还是比较有弹性的 接下来 白旗的右边 这种碰可以说 是非常精妙的一个地方 这个旗就是 深冬击西 通过右边 这里定型 多出来若干子之后 想对底下的 黑旗大龙 进行一番围剿 这个地方 黑旗走的也够怂的 其实这个搬也是可以考虑 不搬后面可能就看不清了 被白旗扭断之后 黑旗长这个 白旗打了之后贴 黑旗拐 白旗粘 这个地方不好说 比如说黑旗挺头 白旗往上挤 挤完之后 这个地方搬了什么 在立 对杀怎么样 这个搞不清楚 黑旗也不敢去冒这个险 他则是长 白旗冲了之后 搬 黑旗断 白旗压住 黑旗再拐 这个就是白旗 一个标准的棋子 接下来白旗粘 这个旗黑旗 无论怎么样都逃脱不了 被白旗就是棋子 走后的一个趋势 比如说你跳 跳的话 白旗可以上边挤 挤完之后二路搬 搬完之后打 打完之后粘 粘完之后再打延气 三口气出来之后再一跳下 那这个旗 黑旗得去里边收气 就白旗把这一走后 瞄准的对象 还是底下大龙 实战黑旗挺头 那白旗右边搬了连搬 因为黑旗粘的话 被白旗一粘你还得再补 这个就让白旗更厚了 没必要 将来说不定这留一个断打 还有点用处 所以说黑旗直接脱过 做了这一系列准备之后 白旗下方动手 冲了之后再爬 爬完之后黑旗粘 白旗并回 然后马上有一蛙嘛 所以说这个黑旗挤一个 挤一个之后白旗贴住 黑旗靠白旗搬 下手机黑旗跳出啊 这次搬的话呢 主要是遭到白旗这一段 段的话黑旗打了 沾白旗拐啊 这个旗黑旗出不来 跨段顶了白旗粘也没用 实战黑旗跳这个啊 跳这个 然后白旗右边打 打了之后中间挖 黑旗断 然后白旗中间一个双打持 选择是连回啊 这地方其实粘也行 粘问题不大 这样走的话 把它做成一个钉丝 钉丝完之后 把底下的眼一桶 然后黑旗斑就断 冲这个就挡不住的话 因为这一个段 你就尖 这里面基本上也做不出来 第二只眼 打的话 再沾再打再沾 实战白旗穿过来之后 黑旗打了冲啊 白旗搬一个 黑旗拐打 然后白旗再沾 黑旗再冲 白旗把底下的眼一破 因为你这个旗 黑旗也不能直接作眼 直接作眼这二倍冲了 直接沾死 白旗可以先点 先点再冲 还是死 实战黑旗压上面 然后白旗底下 把这个眼一破 黑旗顶住 白旗吼一个 再冲再装 结束 这里面肯定是个死旗的形状 一只眼 黑旗如果继续走 比如跳出白旗外边 跳 封锁的话 黑旗也出不来 你冲 他可以搬这个 搬这个 你一断 他一打一招 直接打到死 黑旗还是假眼 外边也出不来 最终大龙全部 被这个 威奸 那这个旗的话 反正这个 下的还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非常迅速的就 拿到了这盘旗的胜利 杨宁兴的发挥 还是非常的不错 最为亮眼的 就是右边 这个碰上去之后 深冬机器 瞄准大龙的这个思路 利用一个非常漂亮的气质 让黑旗动弹不得 最终把黑旗团团包围 好 那这半旗 就给旗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